其实王玉琪请辞 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理由为什么呢 因为你打她的时候的罪名太严重了 不是你道歉跟辞职了事 你说人家是供蝶 而且她的母亲要死之前 她母亲眼看着她的儿子 这些人马不会饶过她 她有恐慌症到 觉得他们要杀她灭口 她可能就变成下一个江南 那我是觉得她太恐慌了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不太可能 她说你不知道国安局的人有多可怕 我现在就是被全面追杀的状况 所以她不是觉得她被政治追杀 她的感觉虽然是 那我为什么认为 他们原来讲的理由不存在 他们说本来是想给她面子 说她妈妈生病了 她要回家照顾她 很年迈病的老母亲 所以呢就调动她的职位 这本来是陆委会所发出来的声明 这是在去年的8月16号 然后调动的位置是什么呢 她把它调动在专门台湾 政府跟美国共同成员一家航空公司 关系对这家航空公司 汉翔不熟 汉翔航空公司专门在维修F-16 所以如果以 去吗 去把айте